請啟動 來賓啟動禮物盒 2023芳山洋蔥節正式登場 除了多樣精彩表演活動 炭味詩節 料理品嘗等 也宣告恆春半島盛產的美味洋蔥 正錄時上市 芳山鄉長羅金良特別大讚 在地洋蔥的美味口感 強調海風吹拂的洋蔥特別好吃 因為我們地方產的 如果沒有辦這個活動 我們地方產業不會再像以前 那麼蓬勃的發展 我們仿蔥鄉因為有溫和的氣候 還有我們有天然的洛山風 還有我們這個北風一吹過來 那個海風常常吹息在洋蔥的身上 讓我們的洋蔥吃起來很嗆 也很細濕 它的肉很細很韌 品嘗起來特別優秀 芳山鄉許多洋蔥農 對於公所特別綢化節日行銷推廣 感到很貼心 強調如果只是傻傻的種 沒有人會知道 透過活動可以提升能見度 可以讓整台更多鄉親朋友 知道芳山有盛成美味洋蔥 對我們的蔥農呢幫助會很多 因為它有在推廣我們的洋蔥 然後怎麼煮法 然後把我們台灣的食品類的話 洋蔥的話它提高到營養價值 全面的推廣對我們農民來講 那產業消費比較有幫助 所以我們辦這個活動 就是要把我們優秀的草蔥產品 展現給大家 我們也希望在政府方面 能夠給我們這些農民 多多的照顧 多多的關注 讓農民再次把它們過去榮景 再重現江湖 讓我們這些農民 能夠有一個好的生活 強調這產地直銷的洋蔥 是季節限定美味 而目前國軍也在恆春半島 執行洋蔥註收工作 分別在芳山車城及恆春 三個產地進行 總收入面積約有400公頃 將收至4月底 請鄉親把握期間踏躍來採賣 記住不一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